胆门继续鸟 手抄本 神仙招 红方采用横拘 双正马 没有挺三七兵 肯定是中路突破 那再冲过去了 所以黑方不强一手 然后形成两头蛇 黑方肯定不愿意对冰组 让红方满离巷口 所以采用防守界的杠马子 桥头堡 有了桥头堡 就可以杀兵了 虽然向尾马很厉害 但是平炮 就挡住了 下面调整阵型 在深居过河 红方平居 捉马 黑方的马上不来 只能退 居点下了线 服有禁居 捉霜的手段 所以黑方上马 所以黑方上马 保向 准备退炮 打局 再把卧行马 盘出来 但是 红方中炮发誓 公元大爷掐指一算 回马进枪 申请 赤中炮 拿炮阵五子 红方的炮 价值 太高了 公元大爷的申请 有点过分 但是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 得人心 红方答应了 如果吃炮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所以不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 那问题来了 红方上马 就是杀旗 这边还搂着炮 黑方 怎么办呢 公元大爷 微微一笑 炮 打骂 正好守住我草 那你不吃炮 白丢一个大字 吃炮的话 人家平居 有着霜 这是 闹得 红方走的什么玩意啊 但是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子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煞招 还要啥自行吃 如果逃居 一招必命 所以当前鱼面 不吃都不行 下面啃笑 是叫杀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吃炮 仅此一招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请不吝点赞